另外带您看到的是三支区的八连西休闲步道浮沉桥这一段 步道没有相连 要穿越马路也没有行人穿越线 相当的危险 为此里长希望可以改善联通 让步道往桥下延伸 如此一来民众散步就不必等过马路等太久 为此今天市议员郑宇恩也到现场会刊 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三支区八连西休闲步道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居民游客使用率相当高 践行运动都会选择走这条步道 不过在浮沉桥这一段 因为桥面就是马路的关系 步道没有相连 就连要穿越马路都没有行人穿越线可以遵循 因此当地力量也希望若是可以改善联通 如此一来民众休闲散步就不必等过马路等太久 为此今天市议员郑宇恩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来改善 林昌表示以往休闲步道每到暑假每周就有一次践行 不过随着践行活动的减少步道靠近海边一侧就也没有整理 这次会刊也期待能够失座绕过浮沉桥下方的步道 让民众不但不用担心过马路的问题 也一并将旧有的步道整理一番 桥下有一个横跨我们这个淡金路的一个步道 那这个步道连久失修 那再加上很多这个巴联系的大石头都可能是历经了很多次的这个豪雨 把它整个淹没在这个步道上面 所以我们希望水利局这边来做一个简易的show sign 把这个人形步道呢把它这个整理出来 然后让过往的民众可以从桥下穿越 那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桥上没有这个人形的穿越线 所以说桥下的这个步道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今天会看着现场邀请到水利局人员前来评估是否能够失座桥下步道 结论将会等到明年预算充足之后先行整理桥下的管线 再行失座连同步道 期待设施的整修与环境整理 可以让休闲游气的空间更加的便捷与舒适 记者大平函三支采访报道